双溪区埠原辽阔不少邻里都属于人口密度低的村庄聚落 因此12个里也都有成立了巡守队守护自己的家园治安和环境 个里的巡守队人数虽然不尽相同 但都发挥最大保护家园的功效 成立已经6年的上邻里社区守望乡驻队 在里长简德福的带领下 每天25位志工队员都会排班进行长达6小时的地方巡逻工作 和都会区的社区巡守队相比 上邻里巡守队不但人员齐全 他们还拥有和警车几乎配备相同的巡逻车 有效嚇阻可能的犯罪情势发生 我一个地方的一个治安 我想在无形中已经让我们的治安问题能够大大的降低 我想大家都应该感受得到 那至于目前相关的经费 除了村安慰问金以外 每年一千块以人数 那最多好像是不能超过两万五这样子 二十五个人 二十个两万一两万一左右 那整个的经费除了这个以外 是我们市政府过来 那另外的议庭会完全由我们的底基层 底基来支应 历长简德福表示上邻里巡守队不但拥有专用巡逻 机车和警车几乎配备图等级的警车在里内是治安的重要生力军 每天都会进行巡逻工作的志工队员更是辛劳 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 每周七天不间断 里长表示由于地方巡守队的有效力量 让原本可能发生的犯罪事件几率大大降低 除了感谢政府单位的支持之外 志工队员无私的奉献与辛劳更是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靠山 记得陈威 双溪采访报道